我记得之前是哪位选手在舱里面等到一个小伙伴 好像是永远吧 然后那句手感就来了 是的 对吧 指点 是拿北部视野的指点 完了 开脸上了 没了 没了 这DT上来连损两员大将啊 七七打一个零数打一个 一定是这种情况了 就看兄弟另外一个能不能赶紧溜一下 真凶啊 完了 DT俩兄弟分道扬镳了呀 能留一个是一个吧 留个活口 哇 这载具都要爆了 后台爆了 没办法 FREGIN BOY 跑不了 跑不了 对 还剩一个了 他现在自由了 CTG在圣马丁在家门口碰到了航号 一圈左上角的一个位置的 所以说巨幅从这一侧过 其实风险性挺大的 而且两个人已经是踩到了豪宅附近了 对 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本局的航线 想要回到圣马丁跟豪宅是远 天梅在这个位置不着急动 白龙马还是给被补了 经典 Summer知道里面是有人的 被闪到了 被闪到了 趁着对手捏道具的这个开明 这神法一滴血没掉 Summer是一个人打他进攻 对 身位控制得很好啊 首先挺固一个半血的情况 然后对面直接翻窗过来 听到这个脚步声 然后随后直接一个精准的预秒点 秒在对方的头上 实际上这一波的一个技术动作 打的是非常到位的 那有可能会被你后点的人摸 那龙斯格尼玛就回来 但前面的五位 把博良给打掉了 骑摩托车的人没事 开跑车的人带饼子出事了 手感挺好的 跑车一波跟强 龙斯格尼玛这一波想要去会合 非常的困难 完了这个房区里面还有王骚骚 这个是完全没有视野的 对 因为这场比赛 CG他踩得很开 在长连房里面摆了两个 另外两个房区 也各摆了一个 开车的一个声音了 抓过时间点 这波会出枪 但无需发现 把菠菜给放下来 那自己的队友赶紧溜 就是买点操作 果然操作成功了 得分欲望很强烈的一名选手 是的 敢于去做这样子 比较大胆的事情 拿分的机会 对 步阵就可以了 现在要自闭 藏起来 但是高点上的Pero 还是有非常多的时间 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 对 Pero这一把的话也不着急 利用高厂附近的一些高点位置 距离对全面的队伍进行施压 他现在纵挽全局 FTY再一波绕行 看一下这边的山体能不能去呆一手 JC想直接砸进去 下车这个地方不是很安全 队友来架一下枪 S已经落位 12月在开车 这边会不会撞到 完了这个距离很容易被放下来 直接开到脸上了 是的 Pero这个是完全场上所有信息都抓牢的 他们自己是占据了 相对起来比较安全的位置 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点 就是自己之前呆过的点 对 刚才Pero那一波行进应该是划车过来的 嗯 有点像划车过来 对的 来柯雷亮 哎白龙马这个动作 嗯 很尴尬 像 卡了一下 像 卡了 应该是了 啊 哦 这个圈又也在抽 这位是吃道具呀 很吃道具的 找到这柯雷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对方 有一个学生 林强已经是残血了 炸了一个雨露 还没有倒 在趴着趴着 全员趴着 嗯 旁边的IBS也没有过来丢雷 没有丢道具 对 那三方尬在了这里 主要 CTG还想再往里面去蹭一蹭 只要再蹭一点就进圈了 王少少被发现了 但是他这两枪很准 再加上远点巨幅的枪线 小叮当顶不住了 想要走出来 武帝的枪线还是把它击到 今年已经倒两个了 CTG要前压了 旁边的IBS得到这个信息以后 也想压上来 看能不能把CTG丢入一下 远点枪线一直在抽 小明 能顶多久 只有一丝血了 露出了头皮 VM也在凶 也在凶屁股 在打状态 在眼里 测试 看到了吗 有一个黑影 一波 腰射 这一波的话 朋友也是被淘汰出去 没有办法 因为VM俯视的面太多了 两边同时要上这个缓播的话 都会被远点的枪线给干扰 半山腰的厕所 FTY已经去了 是的 这个点位刚好是能完完全全的看到这里 IBS在想 刚才这一波想要劝架的同时 是一位比倒地 然后让IBS瞬间变得冷静了下来 对的 而且刚才Pero这一波团战的话 首先是用了一两颗雷 去压制了IBS那么的一个行动 让你不要过来 选择看一下能不能迅速地把CTG给吃了 但是无奈 原点的枪线 太多 而且 是 但是云的专局还是要给个镜头的吧 好 另外在SMS也要进圈 天霸的话也要防守这个在圈边的位置 天霸这个点位相对起来是非常的自闭的 这个位置吃热动的向后车 这个位置是接不了架的 看一下下一步 那放了一些空间过来 然后反而是KRG在高点位置出手 这边的话 小唐直接被TUTAB给连打代不掉了 但是天霸看到这个圈形收缩完了之后 选择先进圈进行 后面的烟 使起来了 开始往里面去丢雷了 这颗雷非常的精准 小北 这小北小北语音说倒 然后这个人就真的倒了 是的 小北也是在昨日战争榜排行第三位的选手 得分贡献率高达40% 对自己的守雷的命中率还是非常的自信的 对的 TMA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许圈在扶露露 哇 这波的过点 出现好快啊 这是一个步兵团直接走上来 瞬间团为了KRG 太快了 太迅猛了 KRG感觉像踩了雷一样 是的 不过这一代地形 对于KRG来讲 也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了 看石器兽 石器兽这个雷 丢过来了 再炸倒一个 没有补掉 露露想要回进一颗 远远的乡线意识在修 现在雪上跟露露的水量都很残 MCG还在穿烟 还有雷吗 还有雷吗 石器兽实际上还有雷 叫队友来了 再一个来 又是炸倒 然后再补掉了一分 露露只能抵上前 自己撕血 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 这个坑的话 也是被石器给打下来 再等 再等 等下一个全形的刷新 现在石器已经把 这个局势稳住了 是的 但是石器这个位置 还是仍然比较靠近于边缘 所以说还是要想一下 下一个全形走了之后 该怎么去打 冷静下就有视野了 侧面的天路 也要进攻SMS了 其实整体西部 几只队伍靠得非常的近 远点又有低梯的一个枪线 梯就已经倒地了 SMS正面只剩最后一个 SMS也是被夹了 巨幅是后来者 从底下这个红转楼直接摸上 反坡是一个劝架帮 所以说他们打的会相对来说 比较的舒服 而SMS这边也是 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这一波的一个出枪 武弟弟已经是私牵 武弟弟直接给倒地 知道对手就在反坡 远点F1也能抽得到 会会知道这个坡上不去了 只能从侧面去拉 还好队友能服 SMS也被淘汰 这个火攻厕所 FTY两个人从侧面走出来 旺仔是刚好被崔熙打了一枪 但是后续的火的伤害 依旧是把老菊淘汰 FTY也止步于此 第八名 对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具进攻 小崔想要出来换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拒络半破进行布局了 已经开始动车了 而1717切到了MCG的近点 杜哥侧面直接来了一波洗头 小洗了一波 哇 这波速九是在车上 应该是把斯波杜给击倒了 但是这个载具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车卡住了 速九被夹在了墙角 远点还有强线 远点17兽是把木兹里的墙量给压低 但坦克这颗雷怎么把木兹里给扎倒了 不是 这波团队说 双方都有失误 但17兽想马路该拉给队友报仇 侧面坦克再拉出来 逃杀掉17兽 还是把防区守了下来 依旧是能服 圈行的重中心现在没有任何的人 4M在北部 小路的话已经是布空了在左侧的山体上面 哎呦 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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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人 启动摔击暴头 还有吗 还好 永远很 会照顾到哪一边 现在整个海拔最高的高点位置是被巨幅给踩住了 MCG 杜哥又倒了 而且倒地的位置是在防区里面 他这样的话如果要去福得再开车回去这个会 回去的路上又是被五弟弟给放倒 一瞬之间巨幅把MCG给团灭了 那巨幅可以把西边的山头踩下来 圈行稍微的靠西部一点的 哦 这他猫被打一下 独倒一个二边 独倒一个 独立那个 卧槽他们一直在叫我兄弟 他们好想不杀我 猫杀的呀 这不出来了 卧槽雷 衣服的雷 打一包 二边我再看我 我再看我 打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让厕所打点 我这就倒一个 厕所里独倒一个 天里有一个 天左刚刚在 我不给分了二位小一头啊 我叫你还两个人 不用管 那边了吧 我没头 我没头 你帮我家里帮我家 我自己来 我自己 帮你家 我帮你家 爽了爽了 爽了 我小心点 我可以给你右手 我在丢连 二位没跟你啊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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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死了 不用管我不用管 十多位 十多位 这个后面倒了一个啊 这个后面倒了一个 十多后面啊 我看一下 我帮你拿着看一下 我 我 上面的波 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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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了 我上了 别上了 哎 我这位 来 帮打 帮 抬 李 后面倒 能铺吗 能铺吗 我的位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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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跟我对 左边 左边 眼左 车要爆了 别人 我们 在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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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